最近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举办了一场特殊的仪式 将首批16只梅花鹿野化放归 它们将与山林当中的老虎共同重新建立起最原始的食物链模式 近日在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梅花鹿野化基地中 工作人员打开栅栏并敲击铁盆 16只佩戴了镜圈的梅花鹿争先孔后涌出围栏 飞奔向山野据了解 该次放归的梅花鹿均为纯种东北梅花鹿亚种 有科研人员在太平沟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集中野化训练后 于近期统一放归原野 我们放归野化的鹿群就是为了补充野生东北虎的食物链总群 避免出现食物不足人虎冲突的现象 逐步在保护区内形成野生东北虎稳定的繁育总群 据了解野生梅花鹿曾经是太平沟原始生态系统中的繁盛家族 目前已几乎在丛林中绝迹 随着近年来不断有跨境虎进入太平沟长期定居 尽管沟内丛林中有丰富的野猪袍子等动物 然而作为东北虎最为热衷的猎物梅花鹿 密度却远远不足 通过人工引进野化梅花鹿 富状老虎猎物 对于重建一个平衡完整的生态系统 以及减少人虎冲突 都将产生重要的意义 重新扶撞野生猎物的种群 就是不仅仅能够 就是为老虎的猎物提供足够丰富的食物 而且为这个区域内的整个的生物多样性 能够很好的恢复 感谢观看